今天市政府小航教教在救護支揮科 在日前接到民眾的報案 說在北港路上四線路一段的高車路口 發行車好有上次需要救護車來救完 小航教馬上派遣到第一大隊 在安分隊救護車出現全都救好 從觀眾朋友來關心現場的情景 該次待安分隊救人車到處吃 看到現場是機車跟機車發行測量 人車大賣路車量很多 包括在現場有一個歐來移消的歷史民眾 在現場支揮交通 當台救人員交到處理 他救人員交到家 馬上坐在民國現在上架狀況 包括在他疫情情操作 身體操作上 並在救人員進行處理家 送往便宜治療 北港路以四線路口 用這個車禍的案件 那我們到達現場之後 現場是一部機車 車與汽車交通的事故 現場有一名男性騎士 約21歲 坐候在地上 現場民眾有很熱心的抑消 在協助交通的指揮 跟傷患的處置 那救人員檢視傷者之後發現 他手腳多處擦傷 腹部疼痛 意識清楚 那我們給予相關爆炸質取的處置之後 就送往復利的家醫院做後續的治療 這次相較好民眾 加速車流應該保持風衛性概念 經過路口隨時注意症後 並減10萬興 就能夠保護自己去他人生命的財產安全 聲音是不對 請請請問 大家好 我是嘉義市長黃敏慧 新冠肺炎疫情十分嚴峻 台灣已經進入了社區感染 請大家務必要提高警覺 堅持拱手不握手 還要勤洗手 隨時戴上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配合政府的政策 暫時避免群聚 守護大家 守護自己 做好防疫 大家一起来